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高院认定柯文哲积极的介入金华城案 那今天上午的九点半是先开了月券亭 目前是裁定说下午的两点钟要来开积压亭 那预计大概是八 就是下午的六点钟就会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了 那看起来现在目前柯文哲是已经准备要来进行这个积压亭 所以现场画面我们也持续在关注当中 随时有最新消息会为大家插播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小草当然也是准备要去申援了 馆长已经落话说如果柯文哲再被压的话 要号召百倍的人 那可是民众党是说没有规划了 那我们看看现在除了弹性管制集会现场的路段之外 还会视情况就是人数来扩大交通管制范围 目前警方将会派出400名警力来进行维安 那这个北检门口现阶段我们看起来小草还在集结当中 目前人数还不算多还在持续集结当中 所以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北检外头警方严正以待的状况 那主要会这样认定呢 就是裁决这个裁定书里面暴露了其中的猫腻 我们看到高等法院依照这个朱雅虎和邵秀配的证述 他们认定呢 柯文哲是积极介入了金华城案 因此撤销发回北院 那柯文哲是否对于本案的案情毫无所惜 或者是未曾怀疑仍有救命的必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系图 沈庆经嘛他的突然还了一下 这个邵秀配呢他这是都委会的直密 那朱雅虎呢他其实是这个陆军少将的退役 他也是主要一个牵线人 让这几个关系人牵连在一起 易小威他是军系的委员 然后这样子跟沈庆经现在连接起来 是不是这个就是协助了这一次的金华城的案子 因为沈庆经的父亲他本身也是这个中校军阶退伍 所以感觉上面都有这个军系的背景 因此这背后感觉上面好像都有所牵连 这样子感觉上面甩不开的这个关系链接 那也变成这一次高院觉得说 是不是这样一路牵着 可能就会牵到柯文哲这边 因此要积极来这个介入这个金华城案 是他们现在怀疑柯文哲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来我们看一下游淑会讲 这个柯文哲还有才是 他说当时担任市长的柯文哲 跟台北市议员易小威曾经另外开了三次的会议 还曾经才是说尽速积极协助办理 怎么可能柯文哲你不知道案情呢 林中明也质疑 这个台北市督发局的前局长 他昨天就讲处理金华城容积率的时候 其实督发局定期都要跟市长报告 并且以文字书立背忘录 然后再上陈市长是 柯文哲知不知道呢 这既然是他这样的描述 他说相信大家心中是已经有答案了 是不是等于柯文哲这一回 鸡鸭亭恐怕是插翅难飞了 据了解 这一次呢 这个北院这个成省的法官 可能还有一点变数 因为刚刚最新消息是讲 他有个特殊才是 就是说要以保护被告防卫权为由 宣誓呢 这个检方抗告所提的新市政 就不会作为这个二度鸡鸭亭的考量范围 也就是说 现在两点钟召开的这个鸡鸭亭 任何新提出来的市政 他说都不会列入考量 那这项特殊的宣誓 是不是会成为柯文哲收押与否的关键 现在就有待调查了 可能就要看看六点钟 这个最后的结果 黄阳明是讲 其实在当中金流的部分是毫无提及的 也就是说没有金流 那这个无保请回的主要一个关键就是在于此 那亮哥也提到 他说如果北减一天多就能够查到这种不明的资金一千多万 那为什么第一轮的时候不拿出来说呢 不拿出来用呢 因此质疑这一千多万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 那这个其实早提出来一点的话 会对于北减是不是能够这个积压柯文哲成功 是可能会有更关键的因素 而不是说你事后一天多后 突然又讲了这个一千多 所以他认为这个一千多恐怕并非如此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彭正生的夫妻财产申报 倒是让大家有点存疑 因为他在北市府任职六年期间 跟妻子的财产是暴增到了两千四百万元 可是他的太太是家管并没有收入 因此检方现在认定这个账户的异常金流 是必须要追查的 而现在最终就是谁会咬出柯文哲 会是彭正生吗 会是沈庆金吗 来看一下这个独家消息 林传媒他说呢 其实彭正生因为他72岁 而且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为了拼交保 已经全盘拖出了案件的始末 那北减随即以彭正生的供词 作为柯文哲犯贤重大的补强证据 力拼高院撤回无保请回的裁定 这个发回耕裁 那甚至还传出是不是彭正生有录音 亮哥就讲 如果有彭正生有录音的话 那恐怕就严重了 他说彭正生一定很想当污点证人 因为他两罪启发 收惠跟徒利 这两个都是12年起跳 所以他一定会去咬柯文哲 那真正有利的证据就是 柯文哲留下的纸条 然后或者是被录音这种状况 如果仅凭彭正生的口头证词 柯文哲都可以否认 这不构成证据 那所以看到吴子家的讲法 他说现在污点证人只要一个 沈庆经如果当污点证人的价值 会比起彭正生更高 如果沈庆经转做污点证人 那么整个案子就会破案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 今天到底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 首先我们来先请教一下龙介仙 龙介仙怎么看 这种案子很难 土利罪 谁要诚意也没那么容易 台南市有 我在台南市当议员有经历三任的市长 许天才 还有赖心得跟黄伟哲 我当年去告了地下街的土利罪 他是写进去的补充理由书 将近20万字 就不断写 他们一直不断讲 不断没有 不断增结 不断没有 我们就请那个学者不断在讲 而且我们是拿到很核心的资料 最后在2007年的4月10日 把许天才市长起诉求刑 12年就土利罪 那时候也没有生压 因为你怎么是生压他 因为他第一次 前面几次台南地检署 他都是症结 那是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阿扁当总统的时候 回到07年 一直到4月10号 起诉求刑 就确认了整个过程里面 一个工程花包1亿9千万 就是前任市长张市长花包的 然后你一上任不到两个月 把他追加2亿1千6百万 所以而且什么时候去 我们提供了很多数据 但检察官 检方也没有生压市长 他只有针对公务人员 基层的公务人员做了这些 所以基本上他是对市长 还是有一些礼意 但是掌控到确实你是有徒利 好 那就起诉了 具体求刑12年 判了就是等于到了4年半以后 一省跟二省就拖了到4年半 一直到2011年的8月份 一省跟二省都判无罪 然后检察官就因为当时是 投诉审判法 所以就变成不再上诉 那下来你看就变成 赖清德是怎么策算的 他贺责责责 你怎么了解嘛 对不对 那你看看柯P一样 你今天要办他徒利 徒利的话就他要知道 那我们当时是去证明 市长是知道的 知道以后 然后他有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这样的话 台南地检署当时才能够 把它连结起来成一个 徒利罪的具体事实 可是当然今天很多都是 我们看到的报道都是 他讲不知道 然后有人讲他知道 我讲我不知道 你讲知道 法官跟北检 当然北检办案 我是觉得北检也不是吃菜的 这次办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 好 那我们看到的讯息就是 本来是今天才要通知 省庆金来问笔录 他传票是传今天 那你看 为什么一个礼拜 六天以前 就是因为有人要出境 所以他就马上启动 启动逮捕以后开始问 问了以后 这个一启动你就不能停了 你停的话这个整个 它跟朱姿网一样 朱姿网它就整个 都会有很多管道可以连到信息 甚至透过空中或怎么样 所以他启动以后 这个怪北检没有意义 我启动以后我就是要 一气呵成 全部到位 那送到北院 北院给你打算 就是表示你准备不充分 然后你没有办法证明 柯P明知道 然后他有做哪一些事 今天假如彭正森有录音 他才会忧愁 今天就是因为你不是 你没有提出证据 所以你连要当污点证人的机会 都没有 你还是主动 你是会议的主持者 然后你会受迫于 柯市长给你的压力 然后你才去做这些工作吗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搞不好 检察官你要当污点证人 检察官都不愿意 你就是阻谋 为什么我让你当污点证人 所以这个案子 会从彭正森这边成为破口 也没那么容易 我的看法 好 请教旺哲 上次柯文哲被无保请回 后来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可以无保请回 后来发现是柯文哲 说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想带过一切 可是目前看起来 如果以高院这个才智来说的话 他是认为是积极介入 那看起来就跟我不知道 感觉就是两个矛盾之处 如果你当初说我不知道 可是高院的认定是认定 柯文哲是积极介入的话 代表这几天当中 可能有问到一些重要的关键 他就训的可能一些 包括像彭正森 或沈静静或是应小微 甚至是朱雅虎 这应训到了一些关键点 我觉得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 是朱雅虎跟彭正森 因为这次朱雅虎被点名出来 大家很好奇的是 他跟应小微的通讯内容当中 谈了些什么 谈了些什么的话 可能跟柯文哲会有影响到 所以柯文哲这次才变成说 高院可能在这方面也有掌握 有知道这样的讯息 另外一个就是彭正森 彭正森其实大家都很讶异的是说 当时柯文哲在很多的都委会的 包括公文里面盖了这么多章 可是柯文哲都说我不知道 可是就有人说 柯文哲你自己的章怎么会不知道 这点我相信可能连彭正森 自己也不是吞得下去 所以当柯文哲被吴宝请回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彭正森怎么 他在碎念什么 他说为什么我被压他没事 这个是当天的那个报道有出来说 彭正森有指出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被压他没事 那显然可能就是在 后来就讯的时候 或是彭正森提抗告之后 有些东西 有些新的东西有讯息有出来 所以可是目前看起来柯文哲 我觉得柯文哲也蛮妙的是 他这两天看起来神情好像没有像上市一样 这么紧张 然后整个气氛好像没上市那么 你看今天早上来到 来到这个历年所的时候还面带微笑 看起来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 那我觉得不管待会的 这个六点的这个 积压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对柯文哲或对民众来说 他们现在只在乎一件事 就是要站清白 就是说现在怎么判决对民众来说 他们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说即便他被积压了 但是民众好像可能定调就是说 那如果是要交保件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会聚保 因为他们这样定调就是要站清白 他们认为柯文哲是清白了 所以他们往这条路走 可是问题是 很多的一些逻辑上来讲 我觉得跟一般民众在看这些案子 或者说这个法官可能接下来 这个家庭法官在看这案子的时候 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能不能再说我不知道来脱困 跟上次我觉得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出现 好 来请教惠恩哥 这个刚翟轩说今天是头条 报告翟轩 明天也是头条 明天3%打出来就是头条 这个礼拜都有 这个翟轩说今天最后的结果那是今天 他不会是全部案件最后 他会有变数 那我先谴责一下这个高院的 把关的裁定书 为什么刚刚罗王哲可以讲那个故事 就是高院的裁定书把它写出来的 那你们能够到高院当把关 都已经当了十几年才能够当高院 你写这干嘛 你就不要写这个就好了 你怎么可以把什么什么 他是写珠圈圈 这个珠安虎是罗王哲讲的 好不好 他写珠圈圈 珠圈虎是不是 没有 他写圈圈 圈圈 圈虎 还虎圈 你是你 都他讲的 那我就顺着罗王哲的话讲 是我顺着他讲的 你这个刚刚宅宣也提到 应小威军系的背景 有一个人在民众党 他的这个家族也有军系的背景 谢永介你不要笑 谢永介你来 先我不要骗 所以宅宣我昨天看了 高院的裁定书之后 我的感觉是 我本来以为柯文哲是最后一个了 就整个案子是最后一个 看来不是 看来后面还有 就是说就精华城的这一块 这可能后面还有 这是高院讲的 还有罗王哲讲的 不是我讲的 我们一定要把责任给推清楚 刚刚宅宣提到这个 地院裁定那三个可能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看这东西 大家不要任何的焦虑 包括你支持柯文哲 或是讨论柯文哲的 不要焦虑 为什么 容我为大家说明 这三个可能 譬如说假设说他进见了 那就换柯文哲抗告了 假设今天是说他进见 柯文哲是一定抗告的 我打问号是留一个空间 那假设又无保请回 北柬就真的名著警哨楼 他一定在抗告 如果是又无保请回 柯文哲又可以 在北院门口发表演说的 但是北柬一定会在抗告 那假设是刚刚讲的 重金交保 北柬也会抗告 我认为北柬会抗告 就算你给他1000万交保 或者比照郑文燦的 2800万交保 我觉得北柬还是会抗告 那如果刚刚各位前辈提到说 那重金交保柯文哲会拒保吗 我认为是不要 虽然我很讨厌柯文哲 但我认为不要 为什么 因为有去被看守所 积压经验过的 那个很辛苦 我觉得不要怂气 你就交保然后出来 反正因为你交保 北院一定会抗告 所以你就 重金交保就回家就好了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 就包括陈志涵跟江和树 那些很奇怪的就说 交保不等于有罪 旺子我们上次有讲过 交保不见得有罪 交保也不见得是无罪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说 拒绝交保呢 那刚刚讲过说 刷今天会抗告 然后吴宝请回抗告 重金交保抗告又回到这里了 又回到高院的三个可能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这是第二次的积压停 今天第二次积压 它是round two round two 那郑文燦被刷是第三回合 所以柯文哲今天才到第二回合而已 那会不会有 柯文哲会不会第三回合 或第四回合 我们不晓得 但是在地院的高院的这个流程 跑来跑去 恐怕就像旺者讲的 这几天这个礼拜可能都是头条 那我最后讲一下 这个昨天在这个花莲的状况 因为昨天是傅昆琦妈妈的这个告别式 柯文哲有去参加 那韩院长有这个 因为韩院长这个也有去 所以有跟柯文哲他们打招呼 请大家看一下柯文哲的这个审请 这个是何志伟 这个是民进党的 这个总统府的覆密 这个可能就是赖清德派的代表这样子 他跟这个何志伟有说有笑 在人家告别是笑得那么开心 我看他是一派轻松 对不对 然后韩院长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也站起来 大家聊聊天什么的 然后还搭何志伟的肩膀什么的 所以我用这个告诉大家 小草们你们担心什么 柯主席就 对不对 柯主席就这样谈笑风生的 你们在紧张什么不要再 不是 我的意思说今天的裁定 它不是最后的结果 任何一边都可以再提抗告 就是这种抗告发挥 抗告发挥这样的轮回 都会占据未来的头条 所以拜托那些 我也呼吁馆长不要去 反正一定会抗告你去干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大家平常心来看待 可能要再过个 宅宣我觉得第三回合 第四回合可能要拖到 那个时候才会确定 柯文哲到底是收押还是脚保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